詞曲 李宗盛 林以奇參加1980年港姐 當年她都是熱門之一 雖然最後只得第四名 但無線一樣找她簽約 還安排她拍第一部劇集 當時跟任達華做兩夫婦拍拖 她會跟我說很多 有時我不懂做反映 例如說完後應該做反映 我沒有做反映 吃飯在台下看一看我 我就看一看她 即是琴姐那些又會跟你說 其實很多傳輩都很願意教你 那個年代有很多都未必讀訓練班 但都會有機會給你演出 都是從中一路做一路學 前輩是很明白的 新人做得不好是正常的 你沒有那個經驗 一定那些戲不會做得好 但如果你不做功課 遲到你又不知自己做什麼 那些是應該被人罵的 這幾件事我也沒有 我一定是做功課的 但戲不好前輩會教你 即是我們現在也是 你剛進來你不認識是正常的 你怎會認識呢 即是我們會談會內心的 但如果你遲到不做功課 然後還好像覺得沒事 我們也會有時候會發聲 不是罵會說 有時候他們不知道 他們真的不知道 譬如我們的教育 或者我們家裡的背景 我們看到前輩很自然會說 早安 琴姐 早安 丹爺 即是很自然會打招呼 現在這些年輕人 其實他們不知道自己 是沒有跟你打招呼的 他們不知道的 就好像拍外回家 做我的女兒 蔣家文 很多時候回來化妝 然後她進來 她又不會跟你打招呼 我坐在那邊各自化 然後入廠的時候 她又沒事 咦奇姐 聊天 然後試過幾次 我就問你 為什麼早上見到人不打招呼 咦 我沒有跟別人打招呼嗎 我說你沒有的 你不知道的 咦 我不知道的 後來告訴她 我現在見到她 每次都會跟別人打招呼 現在在我們的角度 如果我們不明白 我們覺得 為什麼你們現在這麼沒有禮貌 但在他們的角度 他們不知道 原來需要做這件事 我想是那個 Generation的問題 我覺得 不要管是不是代溝的問題 我覺得好的東西 是應該要保持的 他們很多是真的不知道 不是說他們不想做 是一個人 對 有時候 不是說他們 我們不想做 如果你們 快點 你不想做 一年 就不想做 如果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